我们今天是另一篇讯息 就是说到 神的圣洁也说到和灾培信徒有关的 就是我们如何帮助人去了解 为什么要认罪呢? 因为有时候有些信徒 对于罪不太认识 我们帮助人 去认识他的罪 去悔改、离罪的重要性 我就用了今天的经文 第一个经文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五节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这个是光的意思 这是代表性的语言 不是说神就是发光的光 虽然神会发光 但是神本质不是光 它是神 但是它是这个字眼的意思 在这里就是说 它是圣洁光明的 没有黑暗的意思 就是它是圣洁的 神就是光 在它里面是 没有黑暗的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黑暗 而这个也是代表性的字眼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这些代表性的字眼呢? 第二天大家看圣经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一些字眼 有时有些人就会 将这些字眼 就很 literal 就是说照字面去解释 那我们要分辨的 那我们要分辨的 要分辨呢 就是这个字到底是 照字面解释 这个代表性的字眼 那这个黑暗呢 就是代表罪 就是任何污蔚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不见得光的东西 那神就是光 在它里面毫无黑暗 那这个我首先解释了这个经文 那接着呢 就是希伯拉书十二章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那我解释这个经文 就是说 我们追求与所有人和睦 不要去怒人 不饶恕人 不要去对抗人 并要追求圣洁 就是追求 圣洁的意思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分别为圣 就是说分别属于神 就是圣洁 属于神 而且是无罪 圣洁无罪 那就是说我们追求圣洁 圣洁在基督徒来说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基督徒做出来我们遵从神的界明 这个就是义 就是圣洁 我们基督徒所行的就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但是另外就是神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公义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在以赛书六十一章十节那里说 我恩耶华大大欢喜我靠神快乐 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带上华冠 又像新婦背戴装饰 这里就是说 神赐给我这个拯救为衣 以及公义为袍 这个衣和袍也是一个代表性的字眼 不是真的有一件衣的 是一个代表性就是神的公义遮盖我们 在我们的上面 所以这个追求圣洁 一方面就是有耶稣的依袍在我们身上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走圣洁的路 就是我们遵从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会出圣洁的生命 然后就说到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如果不是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这个非圣洁就有 我刚刚说到两个意思 就是说如果没有耶稣的依袍 是没有人能见到耶稣的 也有另一个意思就是 如果一个人活在最终而不悔改 他也是不能见到神的 就是说神是不起悦一个人 他不能跟一个人相处 譬如说信耶稣 但是他每天犯罪是不觉得有问题的 每天都对人不好 伤害人 又不悔改 又没有亲近神的心 没有信靠神的心 就是活在罪中的时候 他是不能见到主的面 就是他没有真正悔改的心 求神赦免他的罪 结尽他的心 这样的时候 他是不得救的 就是他没有 没有这个得救的必然的表现 就是会追求圣洁 追求耶稣所赐的圣洁 以及他自己所行的圣洁 如果一个人行得不够完美 行得不够完美 行得不够完美 他悔改神就会喜悦的 但是我们就不要说我悔改就行了 我继续犯罪 我继续骂人 我继续骂人 伤害人 我总之我稍后悔改 他的意思其实就不是悔改 只是说我口头认罪 圣经不是说到这样认罪 而是真是个人 是会知道罪的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就是说我们不单止是认罪 而且是离开罪 是知道罪的破坏性 而我特别说到是说 帮助人信耶稣 譬如有时候有些人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基督教常说罪 为什么要说罪 他说我都不罪 我又没有杀人放火 又没有犯法 他就不明白罪的意思 也不明白神的圣洁公义 神的圣洁公义 是很美丽的 神是完全无罪的 人因为有罪 所以人有很多问题 神的圣洁 是很美丽的 是很悲哀的 在那里再没有人去罵人 傷害人 得罪人 那圣洁是非常美丽的 而神是圣洁的 而他同时 他不能容忍任何的罪 那些罪 一定要得到赦免 才能到耶稣面前 所以有罪的人 是不能到神面前 直到他有耶稣的赦罪 他一定要信靠耶稣 得着救恩 耶稣的依袍遮盖 他才能够被赦免 和得救的 另一方面他都应该追求圣洁 因为他不是圣洁的手 他不能见主 即是和神的关系 会大打折扣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人一定要悔改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罪 而神是圣洁的 他不能容忍任何的罪 神不能容忍任何的罪 所以我们一定是悔改 求主赦免 然后耶稣赦免我们 我们才能来见神 而罪呢 他们需要明白 就不只是犯法 很多人就因为以为犯法 犯罪在神眼中 任何的枯萎的意念 任何的仇恨 看小人 没有看重人 没有看重神 没有爱神 这都是罪来的 任何的不好的东西 贪心自私 基本上世人追求的东西 都是罪的 人都是常常追求赚钱 得到利益 得到好处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基本上人是 以自己的事为念 看贴人的意思 耶稣都说 因为你看贴人的意思 不看贴神的意思 看贴人的意思 不看贴神的意思 都是罪 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 需要悔改 得到赦罪 我们知道我们任何罪的意念 任何不好的东西 任何的污蔑 任何的不信 怀疑 担心 忧虑 猛疼 这些全部都是罪 都需要在神面前背改 所以任何人信耶稣 都需要明白罪 那 譬如我们带人信耶稣 都是重复跟他说 给他知道耶稣很爱你的 神很爱你的 但同志我们都是有罪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背改 离开我们的罪 就知道 任何 你心里面有怯人 猛疼 怯吵 担心 都是罪 因为出于不信 凡是出于不信的 都是罪 好了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 那个《港道》 就是用《港道》的《大纲》 来说这个经文 是怎样说法呢 这个《港道》《大纲》 就是 大致上 这个《港道》 就是 第一 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和正面例子 和人 为什么会这样 那为什么会有说到 人的反面例子 和正面例子 就是被人知道 就是罪 比如说任何一个主题 我们说到爱 那我们就看到 人很多时候 没有爱心 而说到信息 我们说到罪的时候 说到神的圣洁 我们就去 看到 被人看到 其实人人都有罪 的 不是只是 某些人有罪 就算牧师 都有罪 我们都是需要耶稣赦免的 那 这个 反面例子 就是说 就算基督徒 都继续有罪 问题就是我们有多快处理 基督徒不代表我们没有了罪 我们是始终有罪 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继续有罪 所以如果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又说到 其实这个可以用各样的智慧 其实人有很多东西是不见得光的 就算我用一个例子 有一个方法 来说 譬如如果我们的额头 有一块镜子 就可以透过去看到人的思想 在想什么 我相信没有人敢把这一块镜子展露出来 因为他会一会儿会说 你这么坏的 你这样的 什么事情做得这么不好的 你真的很讨厌 如果我们的内心 是时时都被人看到的 就是有块镜子 就会被人看到 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相信人人都会很害怕 死了 哇 我刚刚在那里生气 刚刚在那里 有些不好的念头 有些污蔑的念头 哇 他全都看到了 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想的 所以这个人的反面例子 就是 人就是有很多污蔑的地方 他说我没有犯法 不过他有很多东西不见得光的 譬如 很多时候人不敢说我做过什么 我昨晚做什么 我在家里做什么 我跟家人相处是怎么样 他不敢说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有很多罪 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就算基督徒也是 基督徒一样 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处理好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前去背改 知道罪的可怕性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正面例子 就是有些人 他真的很刻意去处理他的生命 本来是犯罪的 但是他真的靠主耶稣去处理 不代表他没有罪 他靠主去处理 真是说 神啊你帮助我 去放下这些罪 去胜过 有些人可能本身是犯法的 做了很多犯法的事情 但是他信耶稣之后 他就开始去祝福人了 时时去想想如何帮助人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就算他帮人也不是完美的 不过他真的会悔改 而且他做得不好 他就求主赦免了 这样的时候神是喜悦的 就是这些正面的例子 好了 神的属性 以及他的恩典 这个呢 很多人对于神的圣洁 是有些害怕的 就是死了神的圣洁 所以我不敢见神 譬如在西乃山他们看到神降临 在西乃山的时候 有雷轰闪电 他们很害怕 他们很害怕 他们不敢见神 因为看到神这么威严 所以很多人会很害怕神的圣洁 但是神的圣洁一方面是有 很威严 当人有罪没有射面 没有罪的射面的时候 是很害怕的 看到神是很害怕的 但是神的圣洁又是很漂亮的 为什么很漂亮呢 去到天堂呢 有很多人去过天堂 他看到耶稣真的很充满爱 爱又是圣洁的一部分 看到耶稣是充满 联敏的心 接立的心 这就是圣洁 他就看到耶稣这么接立我的 也就是耶稣不是一直看我的不好的东西 耶稣是看到我 祂是爱我 祂虽然知道我有罪 但祂不是一直看我的罪 祂是用爱来看我们 是关心我们的 神的属性在天堂就显露出来了 就是在天堂的人都是充满爱 充满喜乐 充满关心 都是非常美善的 那这个就是神的圣洁的美善 圣洁是很好的 我相信大家信耶稣的 你都很想去到天堂 有一天去到天堂 天堂是很漂亮很美丽 而且圣洁的人都是很有爱心的 很不会骗人的 是说全部正义的说话的 是充满怜悯的 充满关心的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圣洁 就是很美丽的 神的圣洁其实很美丽 而说到严厉 其实基本上就是向那些人 他们是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他就觉得神很严厉 但是那些人看到神的美善的时候 他看到神是漂亮的 全部都是好东西 他就不会有一个负面的 对于耶稣神的圣洁 不会有一个负面的看法 好了 这个神的属性就是 原来祂是这么圣洁的 这么美丽的 天堂是这么美好的 神的一切都是这么美好的 那我们就 喜悦神的美善 祂的属性 就是本性 祂赐给我们的恩典 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为我们死 耶稣完成了所有律法的要求 所有戒命的要求 耶稣都做了 所以耶稣可以将祂的圣洁赐给我们 祂的公义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称为义 这是第一个恩典就是神的圣洁 第二就是祂会帮我们追求圣洁 就是祂会帮基督徒活在圣洁之中 其实活在圣洁之中是好的 我们不要觉得活在圣洁之中是很艰难 或者是很大压力的 我们不需要这么想 为什么呢 因为人比此相爱是很美丽的 有些人他们 譬如他们的家人 他们都是信耶稣 他们大家都同心合意 给此相爱 这样的时候 那个关系是非常美好的 是很开心的 是很满足的 所以圣洁其实是美丽的 活在圣洁之中是美丽的 人也没有良心的指控 他会常常在一个喜乐平安的状态 活在平安之中 没有良心的指控 是一样很大的礼物 但有很多人 就不是的 他们是活在罪恶 罪恶里面是很大的压力 罪是会带来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明白 就是神的属性是很美的 我们活在神的属性中 也是很美丽的 而神的恩典就是 祂会帮我们 就算我们不够好的时候 神也会接立我们 神会赦免我们 神会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然后就去 帮助我们 活出圣洁的生命 让我们整个生命 是有神的喜悦 也有人的喜悦 人活在圣洁之中 他会得到神的喜悦 也会得到人的喜悦 好了,提醒和警告 很多时候 很多基督徒 有时有个错误观念 我悔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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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紧 不要紧 求主赦免 这个是真的 耶稣真是赦免罪 不过圣经也有说 另一件事 就是罪的破坏性 当他犯罪的时候 罪是会破坏他人际关系 破坏他内心的世界 令到他的内心 充满巨怕 担心 苦老 罪是有破坏性的 有破坏和人的关系 罪是会叫人和人的关系 发生问题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罪的破坏性 他们是觉得 凡在罪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我回教堂 我有奉献 我有聚会 就可以了 总之我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不用这么要求 那么高的 他们就不觉得 追求圣结是那么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基督徒 是活在罪中 而觉得不重要 所以是带来很大的破坏 以及带来不好的见证 有时候有些人就说 基督徒是很有问题的 有些基督徒是没有什么爱心的 就令到他们对于基督徒有些反感 就是说 为何基督徒会这样的呢? 就因为他们是 有些基督徒的生命 真的有很多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 警告提醒 原来活在罪中 是会有一个很不好的见证 是会影响人的 会叛到人的 那么 好了 如何活出圣结? 首先就是 那我们就去想 好了 人都是喜欢罪的 人喜欢怒人 人喜欢去 在情欲之中 人喜欢去发猛争 怒吵 担心 忧虑 就是他很顺其自然 那我们如何活出圣结呢? 第一就是我们 知道神的圣结的美丽 有人开了麦 OK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 神的圣结的美丽 那我们就想到天堂很美丽的 而圣结的家庭也是很美丽的 圣结的生命很美丽的 那我们明白 圣结的美丽呢 我们更加会喜欢 活在圣结之中 另外就是 亲人神 因为神本身就是圣结的 他的圣结是会令到人 心里面 是有 有动力的 当我们亲人神的时候 我们就不想骂人 不想骂人 不想发脾气 不想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是神的同在 是会令到人 不想犯罪的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需要 律法的警告 我们警告 圣经的律法 就是一个提醒 一个警告 但是呢 我们就不是 动力 主要不是来自 律法的 我们的 主要的力量 是来自 恩典 就是说 神那么爱我 所以我追求圣结 神那么看重我 所以我追求圣结 这个呢 就是主要的动力 但是呢 我们都需要提醒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呢 犯罪是不好的 有破坏性的 所以我就留意了 我知道呢 我继续犯罪 会对我生命有破坏性的 是对我不好的 当我们明白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继续在罪中了 那这个就是 需要明白 就是罪的破坏性 然后另外呢 就是当有罪的意念的时候 怎么做呢 有罪的意念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罪的破坏性 那我们就说 如果我继续犯罪 就会破坏我的生命 就会对我有好 不好的影响了 那我生命呢 就会神不喜欢了 所以呢 我就有这个动力 我就会说 我一旦有罪的意念 我马上靠主耶稣处理 我立刻告诉自己 我告诉你 在罪中 是有破坏性的 是对我不好的 所以我就选择 即时 处理这个罪的意念 有时 有些人觉得很难 很难 因为他 顺其自然 和习惯了 但是 譬如我们有时候 烦恼 我们怎么去帮自己 处理这个罪呢 我们就即时告诉自己 我听说 烦恼是破坏我的生命的 神会祝福我的生命 我听说神 会祝福我的生命 所以呢 我可以说 我信靠神 神一定帮我 所以我就可以不烦恼 因为神会帮助我 解决我的问题 神会提升我的生命 所以我就靠耶稣去得性 不要去担心 忧虑 不要去烦恼 另外 例子 如果有人被情欲影响 我们就知道 情欲是有破坏性的 有破坏性的 会破坏我们的生命 反而令我们 不能够享受生命 不能够享受婚姻的情欲 有情欲的人 他的婚姻是会不好的 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了 知道破坏性了 我们就说 走在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遵从神 活在圣结之中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选择 活在圣结之中 我就即时有这个罪的意念 我知道它不好 我即时选择 因为我看重神的恩典 当我们看重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择放下那样罪 任何的罪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选择得到神的祝福 我选择走在神的路上 我更加整个生命蒙福 我不想有罪中之乐 即是当我们明白 走在神的旨意之中的完美 我们就会选择 选择走在神的路中 即时抗拒任何的罪 这个就是德性的方法 即时抗拒罪 知道罪有破坏性 我们就不想让罪影响我们 同样应用在任何的地方 譬如有时有人伤害我们 有些人就很生气 很生气 很不公平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心里面就很愤怒 处理方法就是 神会给回我的 我先求神的国和他义 这一切加回我的 没有人能够拿走神的恩典 有人生气我 伤害我 罵我 他不能够拿走神的恩典 我就不让他影响 我选择他说的话 我就告诉自己 这些说话没有破坏性的 我不让他影响就可以了 我不用介意 譬如好像 一样的例子 如果有个神的佬在街上 谁人都骂 他走过骂我们 我们不会很介意 因为我们知道他有问题 我们就不会很介意 我们就说 不要紧要 他都是常常骂人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就会不介意 那同样呢 当我们看到一些人 他喜欢骂人 我们的心就说 其实他骂我 他不能够拿走我的礼物 不能够拿走神的礼物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其实他也是有问题的 痴线有问题 普通人不是痴线 但是他生命是有问题的 他生命里面 是有各样的苦虜 被人伤害 没有处理好 所以他的生命是有很多问题的 那我们就说 我们不介意痴线 也不介意有罪的人伤害我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 放在心上 就不会这么苦虜 就会容易放手 就不让任何人影响 就是说任何东西 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都选择 放在心上 另外一个德性五步曲 会帮助大家 第一 就是留意到罪 或者任何问题 第二 深信他有破坏性 第三 就是神教我怎么做 神吩咐我 就是活在圣结之中 是最好的 第四 我就祈祷 求神赦免我 以及给我力量 第五 就是我选择信服 这个就是选择 在心里面就说 我那个罪一出现 我立刻选择 我选择是 用神的思念 思想去取代他 立刻深信神会祝福我 神会帮我 神会帮我 神会祝福 听他说的人 我就不给他影响了 我就选择不去烦恼 我选择不去怒人 我选择去饶恕人 我选择去祝福人 我选择不介意人的不好 那这个就是 德性五步曲的第五步 就是选择 我选择不被人影响 OK 好 那挑战就是说 好了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开始 就说 我珍惜我的生命 很重要就是 我珍惜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可以被神大大提升和祝福的 那我为什么要因为罪而破坏呢 当我们将来去到神的审判台前 我们就说 哎呀 真是后悔那时候犯了很多罪 如果不是那时候犯了罪 我生命都不会那么惨 那我们就会说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 我就珍惜神给我的救恩 我就珍惜耶稣的救恩 我就真心悔改了 真心信靠耶稣做救主 和处理所有的罪 神就欢喜了 神就大大祝福我 那我珍惜我的生命 对我最有益处 因为神喜悦的时候 就会凡事祝福我 凡事提升我 我整个生命会提升的 那这个就会给我们动力了 我生命是可以很好的 但是我在最终 我整个生命就越来越破坏 那我为什么要被魔鬼破坏呢 为什么要被我自己破坏呢 我就选择去听神话 去犯罪 一有罪 立刻尽快去处理 就不要说明日先 有时候有些人说明日先 明日 但是呢 一日 明日 对不起 有一首现代诗叫明日 一日负一日 明日何其多 但是我记得不清楚 我生代明日 万事成初陀 那时候我小学那时候念的 这个明日那首诗 就是很多人就说明日啦 明日啦 但是明日等到明日 其实可能永远都不发生的 有很多赌仔就说 哎呀明日先戒赌 今天赌完这次 到明日又赌完这次 那他就永远都可以戒赌的 那我们珍惜我们生命 那动力就是 神给我这么好的礼物 我为什么要将它破坏呢 神可以令到我生命 发挥这么大 我为什么要破坏呢 那我们就全心全意 走在神的路上 就生命就 不会被魔鬼抢夺了 不会被魔鬼偷窃 杀害委 OK 好 那我们今次呢 讲出圣洁的美丽 都鼓励人呢 走在圣洁的路上 也都不难的 因为我们走一步 任何一步 神就欢喜了 任何我们一悔改 整个天堂 都为我们欢喜了 我们一遵循神 神就欢喜了 OK 好 那就是鼓励人 走在圣洁之中 就鼓励人去悔改 又知道神的圣洁很漂亮 而我们家庭 如果是充满圣洁 也是很漂亮的 OK 好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用这个大纲的方式 预备港道呢 可能有些人 哎呦 我都没有份 怎会有份我讲道呢 其实呢 我们 我们有时大小组啊 我们帮助人啊 有时都是一个 其实基本上都是说一个讯息的 不过很短的意思 有长有短 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可以将其中一部分拿出来 用来帮助人的灵灵的 OK 好 有没有人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 很短的祈祷结束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圣洁的 你是完全圣洁 你是完全慈爱 是完全没有罪的 在你里面毫无黑暗 我们听你的话 必定蒙福的 我们首先有耶稣的义袍 即是盖我们是很大的礼物 而我们遵从神的义 是神欢喜的 我们走神的路 神是欢喜的 神也会永远赏 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罪的可怕性 我们就离开罪 我们活在圣洁之中 是神所喜悦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耶稣的大恩 哈利路呀 多谢天父的大恩 我们愿意走在神的圣洁之中 我们一悔改 神就欢喜的了 我们一遵从你 你就欢喜 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就求主赦免神 也是欢喜的 神就即时帮助我们 神会加力给我们 让我们走在圣洁之中 多谢主祈祈奉主耶稣圣名 阿们 好 祝福大家 牧师 牧师 你讲 你讲 那个经文说 追求圣洁王 我先开那个 嗯 OK 是的 希伯来书12章14节 他说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你刚才也有解了 我自己觉得圣洁是毫无罪的意思 那我们凡人 是不是能够做到毫无罪呢 那个要点是这样 当人有罪的时候 立刻就会改求主赦免 那神就起越回 不是说我们没有罪 我们才能够跟主有关系 如果是这样 我们永远都没有跟主有关系 所以 在人的圣洁来说 是不是完美的 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完美的 所以圣经说 我们是算为矣 一天得算为矣 只能变为有福 就是我们是 现在来说 我们仍有罪 所以是神算我们为矣 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没有了罪 一有罪 就求主赦免 那神就起越 就可以跟他的关系 但是 当然这样 譬如有个人 他每天都骂人 一天骂人三十次五十次 然后又求主赦免 然后又再骂过 一会就完全不处理生命的时候 神也是不起越 因为他没有刻意处理 所以追求与众人和睦 所以是他需要付出代价的 付出努力的 但是他努力的时候 依然犯罪 他求主赦免 神是喜悦的 神会帮他的 当然有些人就进步得快些 有些人慢些 但是依然他一改 神是喜悦的 OK 好 有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就是他有意义的罪 才认罪悔改 而如果他有些 不意义的罪 那怎么办呢 OK 那我们都会整体上去悔改 就是说 整体上我有些什么罪 求主赦免 还有我们学习去跟其他人沟通 有些好的关系 可以被人提醒我们 那当然被人提醒 就不及于圣灵在他里面 心里提醒的 但是有时 人家一提醒 我们接着就发现自己有很多罪 比如有些人他烦恼 经常觉得烦恼不要紧 但有人提醒 我发觉你很多时候都很烦恼 那他开始留意 我真的很多时候烦恼 就是有时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人家看到 告诉我们 这个也是有帮助的 而且听到 和看圣经 就会提醒我们 我们看圣经 看到不同的罪 我们都留意了 就是神的话语 和听到 和其他基督徒的提醒 都会帮助我们 比如有小组 也会帮助我们 有时别人说出他的罪 那么 我们没有说出 但是我们听完之后 我都反省一下 我自己有没有罪 就是用各样的方法去反省自己 去整体处理生命 这样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有时积灵 我还预备 其实是CMD 我们要发表 我自己帮助于 有时工的 最组的方法去 你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